还有我觉得更棒的一点设计 快速键 来教你们快速键 以前我的 所谓以前是指2007版以前 有很多功能没有快速键 2007版开始 通通都有快速键了 没有一个没有快速键 包含我刚刚放上去的这些 在快速存取工具列里面 都有快速键 例如说 我现在假设我要想用 功能区里面的插入图片怎么做 第一件是点选auto 点了alt这个按键之后 插入是不是n 有看到n 所以我就点n 然后接下来图片是不是p 所以我就点p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去插入图片 你看我就不需要滑鼠的操作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换另外一种 用上面这个地方 我只要点auto键跟什么7 它是不是就跳来这边了 是不是更快 本来要点三个地方 请问你记得住吗 AUTO加7 我觉得当你用了10次 你也知道插入图片就是AUTO 7 好 这都是那个 后来 后来 尤其到了Office 2010时候 它 像什么 我的高效文件里面 它就会特别介绍这个很棒的功能 OK 所以 你们现在大概了解 原来快速存取工具列 用了快速存取工具列 真的 你就可以把这上面折叠区 折叠起来 它的好处就是 你有更大的文件编辑区 让我们编辑文件 接下来